本院改判《省微制無罪》 關於本院改判《省微制無罪》部分 因為判決理由很多 請參閱我們的新聞稿第11頁到第12頁的部分 主要的部分是認定《省微制》對於檢察官所起訴的罪名 沒有預知的可能 沒有預見的可能 也沒有跟其他的所謂的共犯有犯意的聯絡或行為的分擔 它就本件只是一個為師 有為師 但是這只是構成行政疏失的問題 尚未達到要加以以刑事處罰的方式來制裁它 所以改判《無罪》 謝謝